驾驶行驶在台二线滨海公路 窗外风光明媚 但没多久前方开始有些不对劲 对象一辆轿车突然急速左偏 和前方车辆车头对撞 瞬间车壳零件事散 烟雾弥漫 这起严重车会意外发生在11日中午 一辆铁灰色轿车前往基隆 行经台二线51.1公里 不知为何驾驶突然跨越双黄线 对象轿车闪避不及 当场两车对撞 当下驾驶受困车内 消防车脱困的 我们这一步就送欧卡的 对对对 车主人家没办法 所以都受伤 小孩也受伤 小孩这边这边跟一堂不在大堂 消防员到场利用破坏器材 拆掉门把人救出送医 仍然回天乏速 而铁灰车上五个人 包含一名小朋友 送医后并没有大碍 但驾驶酒车值高达0.6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 北冰公路51.1K处 往基隆方向有事故 到场发现为无姓 黄姓民众各驾驶自小客车 于该处发生碰撞 造成无姓驾驶当场死亡 黄姓驾驶伤事无大碍 为送医抽血检验后 酒车值已超越法定标准 全案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 移送基隆地检侦办 原本一家开心出游 却发生违规行驶 又酒驾上路 两车正面对撞 造成一死五伤 造势原因 由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由预事故 Gin NASA 以影碍